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学 实用乐语轻松学的语音 今天我们来上第五课 接音音母 首先我们要看什么是接音 接音也可以称为 音头还是音手 是介于生母跟主要的母音之间 那它带有圆 就是它带有子音的景象的一种高母音 然后圆嘴音的 在国境标的话 就是会用那个W来写 那在越南语 会用两个字去写 两个文字字母去写 就是O还有U 因为我们要看它所接的后面的那个 母音是属于大嘴巴还是小嘴巴 而来选择是用O还是用U 那因为它跟着母音不一样 所以在发音的时候 也会大小嘴不一样 但是在发音的时候 我们嘴巴都要圆嘴开始 那我们的这个九宫格的这个母音 就是我们会有这两个 就是一个U跟一个O 那如果我们看这边的话 我们会知道O就会跟低母音的最主 那U当然会跟高母音的这些 那我们可以看到的 接音跟母音结合包括哪一些 比如第一个是用字母O来的话 它就会跟比较低母音 A跟R跟R还有A 如果是高母音的那个U的话 它也会跟着高母音的 就是有E有A还有Y 还有短母音R 还有少数的就会用到R 那现在这个R是比较少见 那其他的就是R 还有那个后母音的O O、O、U 这个就不会跟接音在一起的 那另外如果大家在看 在越南语 有那个O跟O的这个字 其实它是外来语的 它不属于接音的部分 首先我们来看 就是R或U加上 只有加上核心音 就是母音的后面没有加韵味的话 发音的方式 其实我们还是用那种 就是两个母音 结合在一起的那个方式 所以有些人他也把 这种母音叫做双母音 但是这个不是双母音 虽然它是两个母音在一起 但是它不是双母音 因为 因为它的音的那个强弱 所以不一样 比如 O、A 我们是从O开始 但是A才是终点 所以是 O、A、V 那到A的话 我们就会跟U在一起了 那就是 U、A、V 然后最主要我们看这边 就是跟E在一起的时候 这个时候 U是借音 所以这个E的音呢 我们就会比较强 然后我们在写字的时候 就要用Y的这个字 就在讲长E来讲 所以长E的意思就是 第一个写字也是I 也比Y短嘛 所以Y也叫长的 然后在发音的时候 这个主要的音也是在E的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我们用V V 那相对的 这个双母音 因为双母音这个 我们还记得以前它有两个 就是不同的规则 第一个规则就是 接着在接音U后面 这个短E要写成长E 然后后面如果是 双母音后面没有韵味的话 这个A要写成A 所以这三个字 看起来很不一样 但是音还是U、A、V、A 那我们再听一遍 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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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 Wa 大家试试看哦 那我们要注意 前面有讲过 O就是跟这三个母音 再来也可以加上韵味 那U 就是跟这个五组 就是四个母音 跟一个双母音 然后后面也可以加韵味 那这个A是比较少 然后有一个重要的地方 就是说如果这个接音 它接在G的那个子音后面 那这个时候 接音所有的都会写成U的字 而不是有时候是U 有时候是O 这个G的子音就要写Q的字 就是这个 所以我们在越南语以前会写 这个是Q 或者是Q的字 但是我们都是念G的音 所以比如是瓜 这个 我们要看瓜 就Qua这样写 那如果它不是歌的子音的话 当然它还是要把原本的字是O 还是U 等下我们看那个 嗯 发音的那个练习 我们就会知道 音就不一样 来我们看发音练习 比如这个 就是第一个是花 瓜 你看嘴型两个都是O 但是因为这个是和开头 所以它写O 这是歌开头 所以它写O 然后前面这个歌要用Q的字 来 再来一遍 花 瓜 推 那我们看这边的那个接音呢 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两个母音都是属于双母音的话 那这个声调 它会吊在哪里 都可以 但是它是接音的话 声调就一定会在 那个 核心音 所以这边 通常这边核心音这个就会在后面 像这个坏 像这个拉 像这个腿 像这个水 的那个声调的符号 都会放在后面的母音 而不是前面的母音 所以在打字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得到 那大家在写字的时候 也可以去注意看看 而不是说 如果 再写那个 声调的位置 都会在第一个母音 这是不对的 来 我们再念一遍 好 我们再看整句的哦 对 对 thuê nhà ở quê få không phải nộp thuế mừng ngày sinh một đoá hoa tuí không khỏe những tôi rất vui đêm khuya không nên ăn hoa quả 都知道 chỉ truy được xấu 就知道 它的声调又放在前面 所以这个因为这电脑 打电脑的时候 电脑它的那个写程式的时候 它没有注意到这个部分 所以它还是会掉在前面 但是如果大家用手机 新型的手机去打的时候 它一定会掉在后面的 不 不相信大家可以试试看 尤其是iPhone的手机 你就马上可以 用打的字 不要用选字 你用打字的方式 然后那个声调 就是一定会掉在 A或者A这边 来再来一遍 腿 nhà ở quê không phải nộp腿 mừng ngày xin một đoá hoa 对 không phải nhưng tôi rất vui đêm khuya không nên ăn hoa quả 好我们再来看 A跟A的韵味 还有加韵味上去 那这个看起来其实 有点让大家吓到 因为它太复杂了 但是我们有一个方式 其实这个 后面这个核心音加韵味 其实大家已经知道 怎么发音了 那现在大家可以试试 O加上AM 比较 O AM QAM O AP WAP O AN WAN O ÁT WAT O ANG WANG O AQ WAT O ANH WANH O X WAT 就是这样 我们用接音 加上我们所学过的 就是韵母 就可以了 那如果OK 我们也可以直接念出来 WAM WAP WAN WAT WANG WAK WAN WAT 大家可以再念一遍 那念完了 我们就再来看 O跟R的母音 因为 母音就是跟我们以前所学过一样 后面有E跟O 那这个长E的话 我们之前也是有学过 I跟A 其实一个是长母音 一个是短母音而已 那 O I Y O O O WOW O I Y Y WOW Y 所以大家就注意这两个 一个是Y 嘴巴比较大 然后Y嘴巴比较小 那我们就是刚刚注意这个Y Y的差异 那这样也就是说 其实在正面来上 我们就看到是R 就是R 就是R的这个 但是其实它是 那个R跟R的 所以如果结尾就 尾音是用Y的字 其实这个R是比较弱 所以嘴巴会比较小 所以这个是Y 嘴巴比较大 这个Y嘴巴比较小 我们再来 这些字译巴比较小 是 THU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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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所以大家看这边的字 每一个字 每一个词 的字母都好多哦 但是不管是多多 我们还是发一个音而已 来我们再听一下哦 TU HO 中文字幕志愿者 Quang cảnh ở đây rất thoáng mát Tình hình kinh doanh đang khủng hoảng Muốn vào Đài Loan phải qua hải quan Hôm nay thu hoạch rất khả quan Hôm nay thu hoạch rất khả năng Hôm nay thu hoạch rất khả năng Tình hình kinh doanh đang khủng hoảng Muốn vào Đài Loan phải qua hải quan Hôm nay thu hoạch rất khả quan Hôm nay thu hoạch rất khả nă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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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ticles có muốn của nó Hôm nay thu hoạch rất thân Hôm nay thu hoạch rất khả năng Hôm nay thu hoạch rất khả năng 练完了,我们再继续来叫ALL加上其他的母音 那这里有两个红色的这个,其实它不是接音,它是外来语 但是因为它的开头也是ALL,所以我就把它放在这边 这个我们要开头,嘴巴要开头 然后再这个是OK 所以我们注意,就ALL跟ALL这两个音母不是接音的结构模式 而是它是外来语的音响 就是有很多越南语接很多外来语,尤其是法语来的 所以在法语里面有一些音,越南语没有 所以它就还是直接把它发出来 所以在发音这个的时候,我们嘴巴是打开的 OK,嘴巴是打开的 像这个以前,我们学这个嘴巴要和嘴含气,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ON,那这个是ON 有听到不一样的音吗? ON,ON OK 有听到不一样的音响 我们现在再来发音看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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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在买 oulintbong tàuinqu웅 cần câu ừ ừ tôi không quen đeo quen lưỡi ừ вы tôi dơi vào hố xô hấm nên chưa con ok,这些句子其实主要是让大家把前面的字尺把它放在句里面 至于它的实用性的话就看大家了 我主要的是让大家可以练习ั诊语而已 我们再念一遍 那以上我们就是学的误科的 前面那还有就是最后的我们下次再来 谢谢大家再见